如何传承出新意 又能够留下真正的核心 继续带您看这个致面朝的核心 从我出生 我家就已经在做面了 就从我阿祖 我阿祖那一代开始 就在做面了 传承在云林土库这家百年面场 市场革命 我哦 我是第四代 但革命不在谢林华这一代 十多年前他接手家业后 完全照着规矩走 一样在清晨六点半前 送完第一批面 再回来继续手边工作 煮熟的新鲜油面 多数要赶在中午前 陆续送到在地面食店家手里 不能耽误 这样子锅让它散以后 煮起来才不会粘在一起 这个是等一下人家做完 对啊 不同的是现在缺工 厂里大小事多靠他和制面师两人 感工要俐落脑筋要够清楚 这一天一看到女儿出现 就迅速嘱咐出货名单 动作之快到我们来不及捕捉 谢雨琪的身影 有了人手帮忙 照理说做妈的该高兴的 他能抽空去晒面 老店未来也有传承 但谢丽华起初可不这么想 他无法理解 那时不过是聊到 1886年开张的面场 如果做不下去就别做了 女儿会语出惊人 那我听到就想说 你们都没有人要做 到妈妈这一代就要结束 好像很可惜 然后我就说 我就开玩笑说 那不然我来做 他更不相信这种热情 真能让老店的未来 缤纷美好 因为传承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就是过来人 当初也是不忍心 百年家业将在父母年迈 哥哥又无意接班的情况下结束 才说要承担 一扛便发现 这担子可真重 我知道累 所以我不想让他跟着我 走这一条路那么累 为了做好日晒面 得整天守着晒面场 一年工休不到五天 晒面还是蛮辛苦的 那个大太阳 然后一个女孩子在那边 晒晒晒晒的黑黑的 对不对 你穿穿漂亮亮的去上班 不是很好吗 女儿那么爱漂亮 个性又活泼外相 从小是向往出国念书工作的 我念英语外语 就是为了以后想要住在国外准备 毕了业也真到大陆保养品工厂上班 后来回台教英文还嫁得近 能常陪妈妈外婆 这样生活不好吗 她就觉得她栽培我读书 就是有一份好的工作 就她们曾经看起来说 如果知道你要做什么 的国中毕业就好了 晒面翻面还要随时注意 变天前赶快收面 妈妈想不透女儿怎愿意辞职 做这些粗活 外婆甚至为了不让宝贝孙女吃苦 还说了重话 她是说这一块招牌已经传承百年了 就是卖 她讲那句台语不会模仿 就是她意思是说不要 反正她的原意就是 不要我砸烂那块招牌 这可没下退谢雨淇 家人不懂的是 其实当时她急于摆脱当老师的职业倦带 想挑战转行 她告诉妈妈 书不会白读 路不会白走 如果我当年就是不读书来做面 应该就是会照着他们的方式 也不会有突破 因为没有想法 它是什么机器的 测试住的 回来接手可以运用以往学到的市场分析 和品管经验替品质把关 像是得知有顾客反映 面条会发霉后 就马上添购器材监测实度 就每天晒都要每天测 只要包装 对 这是你们接手没有参业 对 因为我们被客诉 因为他们都凭感觉 你知道吗 他们都这样子 他们就这样子 然后 他们就这样子 他们就这样 真的 等一下他们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他们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 有 有 然后我就说 我感觉没什么 他说有 有 有 买一台小机器 家人还能接受 但当他说有次摆摊时 发现零摊多彩的农产品 比自家白面吸引人 于是有了结合两者 让传统面条年轻化的想法 妈妈就反对了 乡下地方 比较不能接受这种 七岩六色的 的蔬果面 就这样子 人家会误判你说 家那个摄取 没事过整只行不通 谢雨淇有个点子 你知道吗 建成饮料 前一阵子很流行 然后想说喝看看 然后再加上 那一阵子有一个大旋风 就是大家都说喝点豆花会很养神 对之类的 是不是能用这健康又天然的蓝 替白面上色呢 从阳春面开始实验吧 只是一开始 它不会控制天然色料的稳定性 边煮边搅动 结果隔夜整锅搜掉 再不然就是货入面粉后发现 怎么成了鼠灰色 反复实验了好几次才成功 既然能用花入面 那蔬菜水果一定也行 我需要这些蔬菜水果 我能不能结合一些 友善种植的果农 它们一起 她开始到处收集 无毒蔬果回家实验 确认果农果 小番茄 南瓜 菠菜 都能用之后信心大增 于是计划要凑足20种食材 让面条和农产品的结合 变成未来的云林特色 这时妈妈外婆真的看不下去了 他们就想说 反正只要不要支持 不要津远你 你就没办法做这件事啊 然后那时候就每天吵架 每天哭啊 然后他妈妈 我舅妈 就每天看我好像不开心 他就问我说怎么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啊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很想做吗 我说对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 那他叫妹妹帮我 一下班就来帮忙的表妹 能协助准备食材 听她说心事 光这些就足以让雨琪感动振作 不行啊 很多好姐妹一起做的感觉 就带心多了 就觉得大家有个相信力的感觉 也给了他灵感 想到了隔天能对付妈妈的好方法 然后每一次结果都那个苏果都已经备了好了 一锅然后端来这边 他很聰明啊 他等我们在收工的时候 他就去汤蔬果筋给你盖来 说我已经用好了 我蔬果用好 你不给我做 我这点蔬果要占掉呢 所以你也是要帮他做啊 但外公外婆仍不看好 尤其反对把面卷成小坨独立分装 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很大包 越大越好 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就是摇头啊 他们不懂网络 不知道有个叫电商平台 所以就是有一阵子 我们在出货的时候 我爷爷就 就是把我叫过去 他就就是很跟我讲说 那没买没关系 卖不掉没关系 就是他们不会生气 就算了 钱料提就算了 然后他说 你不要再一箱一箱再去藏起来 他们不知道这小婚女 其实很会做生意 还很坚持 常常固执到母女俩起争执 就拿卷面来说好了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龟毛一点 就是我觉得那个圈圈如果不是我想要的 张先生好 我就会把它再重弄一次 步调快的谢丽华常常看不下去 总是在休息片刻后又回来顶紧度 他认为女儿卷一盘面的时间够他完成两大盘 传统制面产能有限 怎能不重视效率 起初这样的摩擦让谢丽卿很挫败 但又不想放弃 于是他告诉自己 先静下心去同理母亲 再找出相处模式吧 慢慢磨合就会理解 妈妈的严格也是种激励 我就是有一个观念 你既然接了 不要放弃 继续做 渐渐的母女俩互相理解 长辈也不再反对 她们一个尊骨保留手艺 一个求行求变 步调不同 目标其实一样 都是想把路走长走远 都是想吸引更多人 来认识百年老店活络地方 妈妈说的体负多 谢谢 这边很多 可以慢慢买 跟我们讲说 你们的面好吃 就这样子 我听了就很高兴 有人喜欢我们的面 终于被认同了 所以你现在有觉得 她很厉害吗 有 真的 与其相信不止妈妈 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的外婆 一样会笑着肯定 孙女的勇敢 让百年家业也能多姿多彩